开在国道上 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一针侧道跟前车距离太近 然后它就 就是它的那个煞停 能自动煞停避免撞上 那是因为AI模组训练够多 但就怕出现不认得的特殊车辆 甚至网路上还有一说 缓撞车后的倒V标线 容易被误认为倒路标线 让自动网络驾驶系统直直往前开 来不及煞车 直接撞上 共同点都是缓撞车后方 有个倒V标线 到底是对特殊车辆的长相不熟悉 还是倒V标线让系统误判 实际测试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对于歇子车、缓撞车的反应 车后也有倒V标线 系统能不能立即辨识 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原因 对,现在没有 距离缓撞车大约三十公尺外 侦测不到前方有车 有,它现在就已经有一个车子的图案 慢慢的接近 随着车子往前 越靠近缓撞车 荧幕上开始警示前方有车 等到距离更近才会自动刹停 它判定说你一定会撞击的时候 它才会介入帮你去自动刹停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说刹停的距离的话 它可能是非常近 可能要到五到十公尺 安全考量 我们无法等到自动刹停才停车 为了寻找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到底能不能辨识出歇子车 或者误判工程车后的倒V标线 我们来到台北科技大学基电学院找答案 将车辆行驶国道上 遇到有倒V标线的工程车影片 放进侦测演算系统做测试 在某些角度情况下就是 它下面会隐藏掉 会不见 会不见 然后就只剩下一个矩形的车盖这样 它已经有把三角堆前面三个 都已经打出来了 但是这台车子的资讯没有放在上面 AI模组辨识 用的是国外的资料库 台湾的工程缓撞车 也都是从国外引进 车型倒V标线都一样 但缓撞车另外复挂在工程车后 形状就变得很特殊 倒V不管是 它是很接近路面的那一种角度 或是没有接近 其实我在做时间当中都是有侦测到 它不会被误认是一个道路 不会不会 经过侦测演算 倒V标线不会被误判 要训练AI认识不常见的交通工具 需要大量的数据 必须在不同地点 不同情境 不同天候能见度等等条件下来训练 它的问题是在于它车上的那些 感测器能不能看到这个工程车 目前为止我们AI没有学到 所以看不出来 工艺院机械所发展自驾车 打造国内在地化的高精地图 通过自驾车回报讯息 快速更新地图上的交通状况 让自驾车达到完全不用人来驾驶 对比一般车辆使用的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AI模组 感测器都需要再加强 白色的货柜 横躺在高速公路上面 那个东西你对AI来讲就是 一般的卡车 绝对不会这样躺在那里嘛 所以它就不认得了 根据高工局统计 110年到111年间 国道共发生193件 施工车辆遭追撞事故 造成96人受伤 5人死亡 这193件里面 大概有4成3左右 它是有配备辅助驾驶系统 大概有配备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 大概有大概3成8左右 加上3成9 它是承认说有开启的状态 工程车出任务 防护工作做全套 驾驶人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时 更要注意车前状况 毕竟系统只是辅助 还有很多bug需要客户